哈喽 同学们好 我们延续上一课所讲的 上一次我们就讲到这个初中一 这一个科达三马案 这样接下来我们来 再继续解决的 这一个科达三马案的问题 我们来看二十三 他就讲了 我们来看第一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就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呢 5X 这样现在叫我们找X 这样怎么样呢我们再重复一次 你们看哈 5X的关系就是指5 去乘这一个X 所以我们就叫这一个5X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他说呢就是这一个大过等于 -20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把这一个5啊 搬过来这里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除 为什么我再重复 因为5跟X的关系就是乘 所以你搬过来就要除咯 所以现在我们就这样子写 X这个大过等于 lbbsa sama dengan 所以我们就写 negative2 bbsa 5 negative20呢 就除个5 所以X lbbsa atabu sama dengan negative8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ok好 这样接下来我们来看旁边这里 ok他就告诉我们呢 这一题的题目就是3X呢 大过12 12 一样咯 所以我们的X我们就这样子咯 照抄回这一个大过的符号 照抄回这个lbbsa的符号 然后我们就12 over3 除个3咯 为什么 因为3跟X的关系呢 是指乘嘛 所以你要搬过来就除咯 所以就X大过4 xlbbsa ok这样我们就照着做咯 所以你X小过 我们就拿negative45 因为这个9跟X的关系是指乘嘛 所以现在我们就变去除咯 所以除一个9 所以X小过 我们就拿45-45除9的话 就是negative5咯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好这样接下来我们再镜头移一移 ok我们来看这一个 10X呢小过等于80 10x lbb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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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所以一样的道理 X呢首先先写下来 这个符号我们也照抄 符号后面的这个80也要照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搬过这个80嘛 那你看 这个符号后面大过等于这个 sorry小过等于这个80 这里也是小过等于80 所以我们照抄 你这里呢 10X呢就是指乘的关系嘛 所以搬过来就要除咯 所以我们就over一个10咯 所以就X小过等于80除10的话 就是8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ok这样接下来 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一个问题 ok第一题 negative4X lbbsa dipad dipad ok一样的 我们就先把这个negativeX先留下来先 它大过嘛 大过我们就照写咯 32 因为减4啊 这个4X在这里是乘嘛 所以搬过去就要除咯 我们先除一个 这一个4先 ok就negativeX 大过32除4的话就是8嘛 8是32 ok这样你要注意看了 因为这个negativeX哦 我们上一堂课我们有讲到嘛 我们通常没有把negative呢 留在这个前面的 所以你要把这个negative呢 就要搬过去这个后面这里 所以你X 你搬过去的话 你这个符号就要倒转哦 它现在大过嘛 lbbsa嘛 所以你叫lbbsa 小过 我写好一点 就小过 这个negative8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ok我再重复啊 你们再听好好好 ok你们来看 negativeX哦 通常我们没有把这个X啊 前面这个negative留着的 我们都会把这个negative 搬过去后面这里 这样你要怎样消掉这个negative呢 就很简单 首先你先照抄这个negative 你把这个符号改一改 你这个大过嘛 你就改成是小过咯 所以就把这个negative 带过来这里就对了 ok好 这样接下来我们来看旁边这一题 ok它给我们什么题目 它就给我们negative7X okoh sorry negative2x lbbsa atabu sama dengannegative empatpulusembilan ok一样的 我们就先把这个negativeX留下来 大过等于照抄咯 negative49照抄咯 因为这里7X嘛 是指乘的意思 翻过去就除了 所以除一个7 ok 所以我们就照抄 negativeX lbbsa double sama dengan 那-49除减7的话呢 就是减7嘛 因为7749 ok现在你看 一模一样刚才的道理 我们呢 不要把这个negative留在前面 所以你要消掉negative 所以X你就这样子写 消掉negative的话 这个一定要倒转咯 现在是大过等于嘛 所以现在就变成小过等于 然后这一个就是7 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再加上两边是negative negative 我们直接消掉这个negative就可以了 可是你就这个要把它倒转咯 要把它倒转 两边negative ok 因为两边negative了 我们不要这边negative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箭头倒转 这边的话就不会有negative了 就是这样子 ok 好这样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下面这个题 -3x 然后小过27 一样的道理 -3x 照超小过27 ok 这样怎么办呢 -x 留下来 小过27 我们就去除一个3 ok 因为3x的关系是乘嘛 翻过来就是除 所以照超 -x 小过27 去除一个3 就是9 9327 照样的道理 x写下来 因为我们要倒转 不要把negative留在这里 所以它这里小过我们就要 这一个小过嘛 我们这里就要搭过 然后negative9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ok 好这样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个第二题 sorry 第二题 这里一样的 这个negative 11x呢 小过等于negative33 ok 这样我们就这样子做了 -x 留下来 小过等于我们就拿negative33 去除一个11 ok 这样子做 现在-x 留下 小过等于negative33 over 这一个11除11 就是negative3 ok 现在你要注意看 sorry 我的镜头摇晃了 ok 这样我们再 你要注意看一下 ok 你看啊 你这里negative 这里negative 你可以直接消掉这两边negative的 就直接这样 x 因为你这个小过等于 我们就直接换 换一个大过等于 l'bebessa adabunsamme dengantig 所以你这样子换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ok 老师再重复啊 你看啊 这里有negative 这里有negative 因为通常我们 没有把这个negative 留在前面的 所以你就直接换了它 因为这个negative 这个negative 我们直接可以换成x 然后这个3 可是呢 这个的符号 你就要捣转 要大过等于3 因为本来是小过等于嘛 你给它捣转 就是大过等于3 这样子的话呢 你这边的negative 跟这边的negative 你就可以同时间都消除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final answer 我们最后的这一个答案 ok 好 这样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 再讨论另外一张的这一个问题 好 我就先弄一弄这个 ok 我们另外一张的这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里的 ok 好 等一下 我就要这个 这个 ok 我的这个pin呢 ok 我的这个pin 再加我的这个pin 好 ok 这样我们来再继续讨论我们的这一个问题 好 这样我们来看第一题 ok 要怎样做呢 第一题就是这样 它告诉我们呢 就是这一个 1 over 3x -1 大过等于 这一个2 ok 这样我们要保持一个习惯 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说呢 你要把这个x啊 时常要记得 把你要找的这个x 留在左手边 就是指 要怎样讲左手边 你看到这一个大过等于吗 这个当作是中间哦 这边左 这边右 所以要留在左手边 所以我就先写1 over 3x ok 然后接下来 我大过等于的话 我大过等于我就照抄 2我也照抄 因为2没有搬过嘛 所以-1搬过去 后面的话就是变成加1 ok 再写多一次 1 over 3x 大过等于2加1的话 就是3哦 ok 这样接下来 我x要讲呢 大过等于我照抄先哦 ok 我们来研究一下 因为你1 over 3x啊 你这里的这个3呢 是over3嘛 就是指除3的意思 所以你搬过去一定要乘3哦 所以3要乘回这个3 所以x大过等于9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ok好 在我们镜头移一移 我们来看旁边这一道问题 3 括弧x加3 小过等于12 ok 首先叫我们就要expand咯 所谓的expand 就是 就是说你要把它乘出来 就是只能你3要乘x ok 3还要乘这一个3 ok 看我做一次啊 3乘x的话呢 就是3x 他加的话你就加33就是9 小过等于12 ok 这样接下来我们就再看 ok 我就写3x 小过等于12 你看啊 你这个加9嘛 加9的话呢 你搬过去的话 就是这一个-9咯 ok这样我们就写咯 3x招抄小过等于 12-9的话呢 就是这一个3嘛 就这样子写 这样x的话 小过等于 你看啊 3跟x的关系是乘嘛 所以搬过去叫除 所以就3 所以x小过等于1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ok 好来我们在镜头移一移 我们来看这一个 接下来的这一个第一道的 这个问题 ok你看啊 x over 2-2 大过等于x加1 ok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x呢 我们要找的东西 一定要group 放在这个左手边 所以你看我这样子写 x over 2 ok 我们这样看啊 你看到这个x吗 你把这个x搬过来左手边 group在一起 大家在左手边咯 你这里啊 没有减就是加的意思 所以你这里加 搬过去叫减 所以就写一个-x ok 大过等于这个1的话 我们照抄咯 因为你这个1没有搬过嘛 ok 接下来你看 你这个把这个-2 你要搬过去 -2就变成加2 所以加2 ok 这样我们就这样子看咯 x over 2-x 大过等于1加2的话就是3咯 我们就这样子写 好这样接下来怎么样呢 我们来做这一个分母 你看啊 我们通分 因为这个是分母2嘛 我们要把这个x啊 也做成是分母2 这个叫做通分 所以这个的话 你先照抄 你看我做一次 x over 2 再减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x啊 变成是分母2 所以首先我们先画一个分数的 中间的这个符号 它呢 这一个是2嘛 所以分母2 我们又造写这个分母2 ok 分母2 然后接下来 因为你下面这里乘2 你这里要乘2咯 所以我们就变成是2 x ok 这样子看 我再重复啊 x over 2-2x over 2 为什么这一个x 会变成2x over 2呢 你要这样子看 因为呢 它分母本身是2 所以我们要变成 跟它一模一样 也是分母2 ok 你这里的话 你分母乘2嘛 你上面的话也要乘2咯 所以就是2x ok 如果你再不明白的 你看啊 你2x啊 over 2的话啦 我在旁边做给你看 我在旁边这里做给你们看 你2x over这一个2嘛 我跟2跟2越掉的话啦 simplify的话 你试试拿回x 是一样的道理的 所以你看 如果我把2x啊 跟这个2越掉越掉的话 我会拿回x吗 跟刚才那个咯 一样的道理 所以接下来我来 我就大过等于这个3 ok 这样我就可以 这两个东西我就写在一起咯 所以就是x-2x over 2 大过等于这个3 ok 这样接下来讲呢 x-2x的意思就是指1-2嘛 1-2的话就是-x哦 over 2 大过这个3 ok 这样我就写-x 这个大过等于 我这里2啊 这里的2是除的意思 因为你over 分母嘛 所以你把2搬过去叫乘哦 所以就变成3 要去乘这个2 所以3 2 6 ok 这样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了 你看到吗 因为这有negative x嘛 我们不留negative x的 我们就直接写x 这个我们就 他大过等于 我们就小过等于 把negative搬过来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final answer ok 我们的final answer就是 x小过等于negative 6 x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ok 在这里呢 我还再示范多最后一题给大家看 ok 我们来看啊 5-3x over 4 小过5 ok 这样怎么办呢 遇到这种问题 你这个呢 是一个分数的问题嘛 分数的这一个符号嘛 因为你看啊 上面下面 当作是一个分数 你这个呢 是一个总数 这样遇到这种问题呢 我们通常都做交叉乘 就是只能 你把5呢 写多一个over1给他 这样子看 交叉的意思就是说 上乘下 这样子 然后下再乘上 我们就交叉咯 像一个打差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要交叉乘 也就是指呢 你5-3x呢 你乘这个1 所以一样的 5-3x哦 一样嘛 乘1是一模一样的嘛 小过你就造叉 然后5就乘4嘛 5乘4的话 就是20咯 所以造写 所以现在我们就这样子写 -3x 小过20 我们造叉 5在这里的话是加吗 翻过去就是-5咯 所以-3x 小过20-5的话 就是这一个15 这样我们留着-x 就小过15 要去除个3咯 为什么除3 因为3x 这里的关系是乘 所以你翻过来就除咯 所以-x小过15 除3的话呢 就是这一个5嘛 5-3-15 OK 一样的道理 -我们没有留着它 所以我们x 这样子它小过 我们就变成是大过 然后这个就是变成-5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 最终的答案了 OK好 这样今天的课 老师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吧 OK 拜拜 Hello 欢迎大家收看老师去哪儿 本节目是由老师去哪儿为你呈现 加入老师去哪儿补习班 我们一起上课 一起学习 一起欣赏沿途的风景 老师去哪儿 惊喜连连 礼物大放送 今天呢 我们来到水兰额州的班定万金 在这里呢 我们就到了这个万金的海岸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去寻找这个竹滩 现在呢我们正前往呢 寻找竹滩的这一个地方 哇哦 这里是泥泥的地方 哈哈哈 太刺激了 这一个课外活动 然后从 我